这个青椒不辣 飞马轮倒是直奔玉金镖 两人并不大话 双高并举站在一处 今天这可是玩意 就听两边阵脚趾上鼓声大作 人跟人斗是马争马斗 也就是十几个会合 余金镖大吼一声 一块站这条 一刀就喊起来 这一刀有个名词 以上是下 连人在马在刀 三力加工 奔青椒不辣的脑袋披下 青椒不辣还怕 刚然横刀招架 业已来不及了 让余金镖这一刀是斜肩铲的 就拼于马下 余金镖这马跑了一个圈 回到自己阵脚之上 盘靴的底把大刀的鲜血荡荡 仍然靠地骂着 青椒不辣这一阵亡 北蒙人是大吃一惊 正在这时候 一马分出 高声鹤汗 幸运的 小准别走 拿来 来一人 头顶铜盔 身披铁甲 跨下红马 掌弓铁枪 来的是谁呢 也是元朝的都督 名叫巴黎马华 这家今年才三十岁 也是勇贯三军 跟余金镖两个人见面 谁也不说话 刀枪并举又杀在一处 五六个回合 就听余金镖喊了一声 咱就不要 这一刀叫墨丘斩 在后边把脑袋给摘下去 巴黎马华死尸摔倒于马下 无聊主人的战马是败归本顿 余金镖抖擞精神 继续逃地马阵 第三个出去的 叫瓦克金都 这小子跨下马掌弓三股烈焰叉 花能能插盘的抖擞 大战余金镖 几个导演扑着一刀 斜肩铲背 批于马下 第四个出去的 叫李拉瓦拉 给这位掌中收拾一对铁锤 大战余金镖也就几个会合 让余金镖横着一刀 拦腰所欲带 砍没两段 是死于马下 咱这么说 余金镖一口就是大胜八镇 力战八元大将 有人拿红旗到出州的城楼上报街 宗元长跟徐达 正在城楼上给余金镖观战 其实都看见了 西无先王大喜啊 西说还是我的余王兄 真勇猛 不愧是一员虎将 哎呀 这样的人要死了 够多可惜啊 元帅徐达心也高兴 别看他跟余金镖 不投争印 但命运把印交出来 也不希望余金镖失败 徐达传令 来 城楼之上 给余将军 雷鼓助威 出州的东关 雷鼓散 三军摇气呐喊 余将军 七开得胜 马到成功啊 余将军 七开得胜啊 余阴飙一听 也是精神抖擞 更来的劲 单表老佗多 也佗多一个不好啊 八元大将先后毕命 罗局日气毕落 这头一战 我就打败了 如果拿不下出州 赢不了于金彪 往后这个事都不好办 这才办 眼睛一转是记上心来 老驼驼拍马舞刀 亲自大战于金彪 于金彪欺负他年老 因此轮起刀在拼命往前进攻 也就十几个会合就见驼驼 把马一驳舍败阵而走 再看援兵也站不住阵脚 全败下去 于金彪一口就追赶出有十里地 但是他没发现 援兵虽败而不乱 证明人家是有计划的 就见人家援兵分两路而走 于金彪在正中 他正然催马轮到缅着 就听驼驼的阵脚之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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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见在圆兵的队伍之中 黑乎乎出了一组怪物 什么怪物 就是前文书才说的 铁叉车 也叫车攻阵 常有车就吃过这个亏 咱们已经说过了 对于勇猛的大将 这玩意是最有效的 就好像跟列车一样 一截一截的 车头跟车尾能咬的一块 把人给包围在里面 车上有戒严 人家可以往里面放戒 你就是天大的本领 也插翅难飞 别看余金彪能力大 头一回遇受这东西 他正然发弄是什么东西 没想着铁叉车转来转去 把余金彪包围在正中 车头一队 车尾整个圆圈行 把余金彪困在正中 再想走 再想走走不了了 用什么东西 余金彪一马堂翻 打算奔东跑 干嘛到进前 把他踏刀蹲起来 奔铁插车便砍 吹一队 喊得蹭蹭冒火心 是温丝不动 铁叉车 铁叉车 那是铁板的 你都能批得动 余金彪又被熄灭 照样冲不出去 正在这么个时候 老佗佗站在高坡之上 哈哈大笑 余金彪 哈哈哈哈 你中了我的计了 余金彪 现在你投降 欢不吃完 要听老佛两言相劝 你就投降免死 如若不听 顷刻之间 我叫你变成刺猛 准备 他到17100 再看每一截铁叉车车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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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露出来了 清兵拿着枪弓硬武一起举起来最准的理念 老托托还问到底你是想不想 于金彪一看口坏了 哎呀 我怎么吃得这么亏呀 但是后悔来不及了 能投降吗 当然是不能了 于金彪一想怎么我也好不了了 骂他 再马上端着刀石破口大骂 什么圆杂子长圆杂子短 把老太师的家都骂三个了 佗佗火往上罩 纷飞上放天 就听见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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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金彪只可无动大招 上户其身下户其马 这匹马就在里面 啪啪啪啪啪啪 来回就转圈了 那么人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于金彪能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于金彪能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就紧跟着战马 啪啪 马屁又上又中了两箭 那也就是于金彪的薄马 换了一般的马屁 早就趴下了 这匹口外大马中了箭子 疼了 一蹦蹦起多高的 好学没把于金彪给甩下去 仗着于金彪对马术相当有研究 这匹马又是训练出来的 那双腿一下 组算没摔下去 咱们输说简断 眨眼的功夫 连人载马就中了十七戒 于金彪的汉当时就下来了 搅着一点力量也没了 心中暗响 完了 完了 虚打呀 虚打 若是你把我逼他 我于金彪死在梁军阵陷 我就是变成厉鬼 我也不能扰我 转念 又一想 想起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想起十二岁的孩子预告 想起解法的妻子 于金彪心如刀绞一般 心中暗响都见不着了 要想相逢 除非是来世 在通往除州的大道上 来了那么一帮人 男女老少 总有一百多口子 有五六辆罗车 两辆轿车 剩下都是仆人 在队伍的前面有一批大青马 马鞭桥端做一人 这个人跳下马来 好像半截的黑茶相似 光条眉戴着帽子 高广牛心发短 同山别顶 灭如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 两道大抹子梅 一对火焰 通关鼻梁火喷口 元宝殿的 四方大梁 虎头虎脑的 挺带人缘 往身上看 尖昆背后 绑炸妖粗 这人的身体长得十分的睽違 在掌中 手指着一对链子飞锤 这队大锤都出了号了 能比头号西过那么大个 来的是谁呢 我不说 你也知道 正是前文书咱说过的 著名的英雄 打虎太宝江湖 江湖 后来跟这一百多人是谁呢 都是徐达的家眷 两辆轿车上 头一辆是徐达的母亲 第二辆是徐达的媳妇 其他车上坐着鸭混婆子 再有的 装着金银细软之物 车前车后 都是徐达原来的普人 咱们前文说过 有老太太当家 把房产地业 该卖的卖 该给的给 什么桌子板子 这些东西全不要了 就准备金银细软 收拾了这么些天 才准备好了 就是带着全家人 奔出招找儿子去 江中的骑马 得偷钱掩路 因为现在道路上 又是土匪 又是强盗 再加上援兵和御兵 十分的混乱 没人保护不行 江中就担起这个责任来了 和傻小子挺高兴 骑得高头大爬 手中拿着风锤 心里的也在想着 快咯 到楚州跟我舅舅徐达就见着咯 一家人团聚了 诶 最想的就是我胡二舅舅 胡二舅舅有意思啊 这大肚子都出了号了都 那人说话真有意思 诶 江中啊 还真想胡大海 走的一个城 离着楚州不太深远了 他们刚登上一个高坡 再转过高坡 还十五里地就可以进城 但是江中就听着离着不一晚的地方鼓声大作 炮号连天 他摘耳头一听 有着人打仗 怎么排摆战场呢 双脚点灯马往千衰 居高临下 他往前面观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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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谁呢 他不认识余金标 最后发现余金标被困插车阵 江中也不懂得什么叫插车阵 他心里发的什么玩意 铁车呢 但是 呃 把这花里棒锁给困着人家 还有发现开空放箭 江中就值得不好 心中暗想 这花里棒锁要够像啊 哦 不用问 这门都是圆达子 这这十大刀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人 说不定跟我舅舅徐达还有交情 我竟然赶上了就不能袖手旁观啊 他也没请示老夫人 江中这个人也是兴如烈火 人类打仗 双脚点子大了 连棒再跳 从高坡上就冲下来 他把双锤使开了 挂定风声 奔员兵就扑下去了 援兵毫无准备 这下可吃了亏了 就见江中大吹轮开了 哎 别走啊 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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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脚乱飞 死尸翻滚 江中杀黑鸟血路 就闯到插车阵前面 冤兵是大乱的 分针败退是报告脱脱 而且他们咱不说 单说江中 这匹大马来到插车阵前面 他把马带住 叫别走 因为他不明白 怎么怎么能把这车都搬去呢 欸 江中杰下了把 弓手搬去车底 哎呀 哎呀 費了九牛二胡的力量 这铁叉车是温森不动啊 江东一想坏了 哎呦 哎呦 又一想我有力气我怕什么 干脆我就用大锤 把车给他砸碎了就得了 再看他上了马 双手轮起锤了 先把这战马 退出有几帅远 把双脚点凳 两个腿夹住马 浑身有多大的劲儿 使多大劲儿 这马往前去催 他轮起链子催 叫我家伙 天奔地裂一声 把这铁叉车震 哼哩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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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江中央就闪开一丈多长 那么个窝口 江中大体吹马进了插村 单说这阵赛崇的余金镖 身中二十余箭 夜已昏迷不醒 等江中到了福利马前 我禁止你更多 我禁止你更多